拿下林凡 这话让一旁的司徒贺暗自皱眉 早知道就不蹚这趟浑水了呀 林凡表现得越是强势 他心中的怨恨就越多 这个林凡已经坏了他不少好事 先是当众赢了自己 拿走赌食大会的那株药材 现在倒好 居然还敢出现在这儿 打乱自己原本的计划 各位家主 请务必要把林凡留在这儿 我们已经放虎归山一次了 这个家伙成长太可怕了 三大家主还在互相试探 面色一凝 接着再也不留手 慢慢的林凡这边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了 整个场面现在终于变成了白热化 刘玄策焦急地看着场内 心里也是紧张异常 这一战关系重大 如果输了 那么这刘家很可能就会从西北出名 想到这里 他心中的焦急又增加了几分 不是还有龙家和秦家的人吗 这些人到哪儿了 西北机场 此时从替尔航站楼出来了一行人 为首的赫然是龙家的龙文 接着就是龙家的其他三兄弟 以及一众保镖 龙文慢腾腾地出了航站楼 然后对着身后众人说 我现在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这花一出把龙兵和龙天气了个半死啊 从龙泉接到电话到现在 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了 他们才刚刚到达这里 还不知道林凡那边情况 这家伙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龙兵和龙文相互望了一眼 然后直接带着人走了 他们可不会和这个白痴龙文一样 再耽误下去黄花菜怕是都凉了 就在这里的战斗变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突然一群人从刘府的正门进了过来 看到这个场面 先生猛地拍了几下手 然后笑了笑 哎呀 看了我们来晚了呀 说话的人赫然是汪家家主汪浩瀚 然后在他身后的是 邢天赞和江无边 我觉得并不晚 现在我们出手刚刚合适啊 刘家和马家的希望 就从我们手中泯灭吧 王浩瀚脸上浮现出一抹狂喜 你看我说不晚吧 星天赞说 王浩瀚倒是没有理会星天赞 反倒是把目光落在了一旁刘玄策的身上 刘先知 原来无恙啊 刘选则扫了一眼两人 脸上浮现出一抹冰冷 趁着我父亲生变 你们来这里捣乱 还真是有手段呢 王浩瀚不以为然 哎 哪里哪里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刘家着想 现在刘折天既然病重 不如索性从家族之位上退下来吧 立即把这西北第一家族的宝座也交出来吧 没错 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允许你们刘几家小公司 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江无边冷笑 听到这话 刘玄策脸上 倾金抱起 果不其然 这些家伙还是在打他们家族产业的主意 果然是奇心可诛 各位叔叔 为了我们刘家 你们也真是用心良苦啊 刘玄策这几个字 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汪家这边的汪大海这次也来了 原本应该是他哥哥来 可是 他听说林凡来了 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林凡现在和三个隐士家族的组长打得不可开交 四个人身上都充满了血字 这次 林凡算是大意了 这三人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提升功法 而是真真实实的实力 即便他已经激活了血脉之力 可惜 面对三个五尊七重强者 也是力不从心了 砰的一下 随着皇甫拳的一击重拳 林凡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被打得吐血抛飞出去 刚巧不巧就摔在了汪大海的不远处 见到林凡被人打成这种模样 汪大海的心里那个解气呀 嘿嘿 哈哈 林凡 等你废了 你家里的那几个小鸟们就都是我的了 我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们的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汪大海开始哈哈大笑 好像这件事充满着无比的乐趣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记得帮主播打一个五星好评 也可以添加主播的个人微信 94506279 加入主播的粉丝群 备主入群即可 我们再会